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非常平稳的这样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可以通过我的实施画面看到 随着中午的临近 越来越多的人呢 开始涌入户村公园 预计呢 今天的顺时高峰的一个时期呢 可能会在下午的时候来临 不过呢 今天到这边来游园的人呢 可能会略有一点小遗憾了 因为据园方介绍 园区内大部分的樱花呢 还没有绽放出校园 主要的原因呢 可能是跟天气有关 因为之前遭遇的一个暖冬 第一批枣枣鹰和精英呢 已经提前绽放并且凋谢了 那么第二批枣鹰呢 是因为到春寒的这样一个关销 现在还是处于一个寒包待放的状态 不过据园方介绍呢 到下周周中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陆续开放 那么在下周的这个时候 也就是下周末呢 整个古村公园 就会沉浸在一片 非常美丽的花海当中了 到时您不妨到这边来 欣赏一下落音兵分的盛况 不过今天前来这边 踏青赏花的游客呢 也不会扫兴而归 因为园方还给我们提供了 一些特别值得期待的亮点 比如在三号公园三号口的附近呢 园方呢就从荷兰 引入了38种的郁金香 打造了占地2万平方米的 那个郁金香花园 不妨您到那边去看一看何可以 给我们的春天来一个亲密的约会 主持人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谢谢星雷来自古村公园的报道 我们虽然樱花是含苞待放 深山来迟 但是象征着爱情与浪漫的桃花 却如期绽放了 随着电视